3月17日,在上海出席活动的杨蜜先生酒店 她身过着一件总色大衣,欲解发十足 在保镖和助理的护送下,杨蜜离开酒店 或许因为天气太冷,杨蜜全程面无表情 之前杨蜜出席某活动,有网友删除杨蜜参加某活动的经兆 照片中,杨蜜身穿无袖衬衫配短裙,十分的清秀令人 网友称赞杨蜜是逆生长,还说杨蜜是越来越学生气了 杨蜜身穿无袖衬衫,夹短裙,大袖筷子腿 搭配黑超直发型,学生气十足 照片中杨蜜穿着清新,头发扎起还露出了额头 这是故意露出来的吗?因为之前很多人都说杨蜜的发际线高 还说她特意去直发了,难道这是回怼? 哈哈,看着照片发际线也不高的,很漂亮 看着脸白白嫩嫩的,真的是逆生长了 生了孩子之后,越来越有少女气息了 而且这大长腿真细长直啊 这一波筷子腿秀得666了 有网友看到杨蜜的这组照片 忍不住惊叹,这脸是长回去了吗? 是的,腿是真负极的,太好看了 没错,这腿简直了,原来黑长直也能这么美